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目前为止 我国参与试飞的G20原型机已经达到了6架 超过了俄罗斯的T50 不仅如此 就在2015号原型机出现的半个月前 G202013号原型机也刚刚露面 我国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同时出现两架G20的原型机 确实让人兴奋 而由统计表明 在2014年一年的时间内 G20原型机已经生产了4架 那么 G20研制的速度越来越快 是否标志着其即将服役 G20最新一架原型机与之前相比 又有怎样出人意料的变化 就有关话题 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2014年11月29日 一架编号为2013的G20原型机在成都成功首飞 半个多月后 12月18日 据国内多家知名军事论坛曝光的图片显示 另外一架编号为2015的国产隐形战斗机G20也已经开始了地面测试 并于第二天下午成功进行了首飞 半个多月的时间内 中国连续试飞两架G20原型机引起媒体极大关注 实际上 早在2011年1月11日 中国第一架G20隐形战斗机2001号就首次进行了试飞 2001号G20原型机成功试飞之后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工程师仅用了18个月的时间 便让第二架G20原型机升空 而2012号G20试飞仅仅四个月之后 编号为2013的第五架G20原型机就首次试飞 19天之后 编号为2015的第六架G20原型机再次划破成都上空 中国第四代战机研制速度不断加快 有媒体据此推论 G20可能即将服役 而据媒体报道 与G20性能类似的美国F22战机 总共建造了两架工程验证机和11架原型机 从制造时间来看 F22原型机的生产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例如从1997年 1998年两年时间内 每年只生产了一架原型机用于飞行测试 而1999年同时生产了两架 而2000年则总共生产了三架原型机 我们看到最近的G20的原型机 是G2013的露面 2014年一年 我们看到了四架原型机 那从它这个曝光的频率上 我们能不能推断说G20现在的研制速度越来越快了 其实它是两批机 就是第一批是0102 那么后来的我们看到了四架原型机 那显然是比过去的两架飞机要翻了一翻了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建造出这么多原型机来 这样对G20的这个试制 特别是对它这个全面的展开这个试制工作 推进往前这个研发的进度大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看到四架机同时 这个相继的在一年内确实是一个大大的推进 我们看同比一下国外的四台机的话 就美国的F22 F22的话86年跟YF23进行那个项目竞争 91年的时候最后美国国防部确定 那个是FYF22那个胜出 然后从96年开始进入到定型试飞 一直到2006年的时候 最后形成战斗力 这个时间用了十年 那么我们目前来说进入这个时间的话 大概现在是两年 但是由于整个的战略竞争的关系 以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形势的原因的话 我想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会比F22要大大的缩短 但是即使是这样 未来要走的路还是很长的 我们算一下 现在G20的原型机已经有七架了 那是不是说离它的服役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 实际上现在大家伙从公开媒体报道 看到的是六架飞机 就是在天上飞的是六架 只不过我们推测 另外有一架可能处在地面 处于尽力试验状态 那么从一架先进的战斗机 比如说从第三代战斗机开始的话 战斗机从研制到最后的定型 大规模生产 一般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话叫工程试飞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G20的话 比如说当年的最早的是0102 这两个型号的话 这两个编号的飞机的话 它进行的是工程试飞的状态 第二个阶段叫定型试飞 定型试飞阶段的话 时间是最长的 科目是最多的 也是最风险最大的 这个阶段结束之后 飞机就基本上处于定型了 因此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也叫作战效能试飞阶段 作战效能试飞阶段的话 另一种称呼叫小规模生产装备阶段 这个时候往往会生产个十几架 最多一般来说24架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 装备到一个试验部队 来对这架飞机带弹 进行打板模拟对抗等等这样的实验 比如说美国的F22的话 开始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状态的话 它是在一个飞行连队里面进行了 装备了12架来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话 时间的话不会特别的长 然后这个阶段结束之后就进入到大规模 目前从G20整个的目前试验进展情况 我们处在第二个阶段 就是定型试飞阶段 那么未来还要进行大量的飞行科目的试验 但是不管怎么样 G20三都看到 G20的原型机的出现 毕竟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就在G20 2015这个编号的原型机出现的时候 人们对这个编号也产生了一定的好奇 G20最新两架原型机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相继现身 引起媒体极大关注 然而与此同时 两架飞机编号之间的空缺 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原来早在2013号原型机露面的时候 有舆论就推测 下一架即将首飞的G20可能是2014号 然而12月18日 当G20第六架原型机正式露面时 人们却发现其机首侧面的编号为2015 而并非传说中的2014号 面对如此罕见的现象 有媒体称 G20实际上已经建造了7架原型机 凭空消失的2014号原型机 可能附有某种特殊使命不变露面 而在之前的G20原型机身上 也曾经存在过类似的现象 据媒体报道 2014年3月2日 当G20第三架原型机成功首飞时 人们发现其编号由2001 2002直接跳到了2011 中间相隔了8个数字 其中至少有一架原型机 因为参加绝密的净力试验 没有公开 然而也有媒体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他们称 2014号原型机的缺失 可能是由于空军对数字的某种禁忌 导致成飞公司根本就没有生产这架飞机 大家产生好奇的原因呢 就是G20 2013号出现之后 直接跳到了205号 中间掠过了2014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大家都知道 2014 这个对中国汉字的读音来说的话 不是特别的好 实际上从全世界各国来说的话 这种起名的话 大家都有一定的偏好 总是想让自己的武器装备的型号 或者起名 更加堂堂正正 更加带劲 或者至少是你不要带上一些不太吉利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名称等等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再加上我们正好赶上了2013到2015 这么一个可以跨度的话 我想最后直接跳过2014也是可以理解的 刚才陈老师也讲了 那么跳号呢 它可能有多种原因 一种是处于静态试验 你没看到这架飞机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人不是讲一个谐音吗 那么既然这个谐音不好 那么我也可以把它困过去 但是我们看到啊 从最开始的2002到后来的201几 为什么这个跨度会很大 其实啊 这个可以说明 你看到的六架飞机是按两个批次造的 第一次我可能投了就投了两架飞机的料 所以这两架飞机出来飞包线 那么他们编号是0102 那么我后面11到15 实际上第二批飞机 第二批飞机呢 它又投了一批料 也就是说这个料跟你前面的料是有差别的 我做了第二批的这个飞机 所以它的编号是以这样划分的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 那未来G20一旦服役的话 这个编号还是有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服役的话编号一定会发生变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编号它是原型机试飞状态的变号 第一阶段的话 工程试飞阶段的话是2001 对吧 我们可以起名为这个阶段叫200X 后面是1234不得知 那么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是定型试飞的话是201X 那么现在已经出来的是有2011 2012 2013 2015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按国外的F22的规律的话 大概需要6到7架飞机 如果你要想再进一步提高 或者提高它的那个试验的密度 或缩短它的那个试飞的那个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投入多一点的话 那么基本上的话 2011级这个数字就够用了 如果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小规模装备 即作战效能那个试飞阶段的话 那么我们推测可能会出现个202级 一旦出现这个编号的话 就明显的意味着 它进入到了小规模装备的阶段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神秘的编号背后 我们也能看出来确实我们国家的歼20 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最新出现的这架歼202015 人们在它的身上 也发现了一些新奇的变化 接下来通过短片 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4年12月19日下午 歼20第六架原型机2015号 在诚飞公司的机场上成功首飞 和2011号原型机一样 它再次采用了银灰色涂装 外形显得十分科幻 然而在该机的尾部 人们却发现了一个 与之前所有原型机明显不同的地方 歼20围称外形再次变动 细微的设计修改背后 究竟蕴藏怎样的意义 从侧相图片来说的话 它这个大面积的副齐的话 把整个发动机喷口是完全遮蔽住了 2015舱盖增加神秘爆破锁 全新的弹射方式能否在关键时刻 挽救飞行员的性命 无论是一秒两秒还是几秒 你必须要等这个时间 歼20机炮从未亮相 是否意味它真的没有装备这种 不可缺少的进展力气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歼202013刚刚首飞 2015最新露面 中国四代机加速实验 是否真的即将服役 我想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会比F22要大大的缩短 原型机再次现身 神秘设计超越T50 歼20外形变化的背后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秘密 那么如果大的改动 说明你存在的问题太多 舱盖变形负其隐身 中国四代机与F35越来越像 是否真的正在进行全面的仿制 后来这么一改的话 大家表面上看上去 好像是不是技术倒退了 未来的歼20 是否真的即将开展 空中加油试验 沙场突出 解密服役前夕的歼20 正在播出 其实在歼20的研制过程中 已经有过一次较大的外形变化 2014年3月 当2011号原型机首次露面时 人们发现 它的颜色不但由黑变白 而且在机身的诸多设计上 更加的科幻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 当2015号原型机再次露面时 人不仅看到了 歼20研制的提速 而且还看到了 它的再次变化和进步 那么这些变化和进步 究竟是什么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14年12月19日下午 当第六架歼20原型机 2015号首飞成功的时候 舆论纷纷称其意味着 中国四代机即将服役 除此之外 有媒体指出 2015号原型机的外形 与之前是飞的2013号 并不太大区别 仅仅在一些 不易察觉的细节上 有所不同 据媒体报道 2015号原型机的尾部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尾程装置 它不仅可以增强 飞机的结构 而且还有利于 飞机的隐身 然而 从目前曝光的 2015号原型机的照片上看 这个位于 发动机喷管两侧的 尾程外形 相比以前 有了明显的改变 显得更加尖锐 2015号原型机 外形变化不大 多少 有些让人失望 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歼20原型机 外形变化最大的一次 发生在2014年3月2日 当天 当歼20第三架原型机 2011号成功首飞的时候 人们发现 它相比之前出现的 两架原型机 机身颜色 由黑变白 除此之外 2011号原型机的机翼 也做了许多细节处理 显得更加科幻 不仅如此 据媒体报道 2011号原型机 还进一步增大了 富奇的面积 增强了飞机的衍生性 曹老师 我们首先来探讨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次 原型机出来之后 是它的变化大好一点 还是变化小好一点 一定是变化小好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飞机设计出来之后 如果你小的变动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在前面的 试飞过程中 你的这个数据要求 也就是你设计的 这个指标是完成了的 达到的 因为你是按照指标 来进行试飞的 只要达到指标 这项就算过关了 那么你指标达到的越好 那么肯定你改动的越好 那么如果大的改动 说明你存在的问题太多 这个跟设计就差的比较远 那你这个工作 一定会大大的推延或者延迟 那所以说呢 从目前来看 我们的G20呢 它的技术指标 已经趋于稳定了 另外呢 在这样的一个 G202015编号出来之后呢 人们也发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比如说它的尾追 产生了一些变化 是这样的吗 尾追的变化的话 是整个2015跟2013中间 在细节比较方面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它那个向后的一个视角的话 比原来变得更加尖锐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的话呢 提高了整个飞行的稳定性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提升了 它的那个尾部的一个隐身性能 这个的话 是要通过大量的试飞测试 才能够提出来的 但是目前现在有种说法 就是无论是富奇还是尾程 其实都非常影响 这个飞机的隐身性能 那为什么我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 干脆把它丢弃掉 因为任何一款平台设计的时候 它每项指标都有一个权重 也就是说 你既然是五代机 首先隐身 第二你要超音速巡航 第三你要超机动性 第四 你有非常好的航电系统 它要把每一个项目 分别编为不同的这种权重 那么刚才你讲了 那你尾程也好 富奇也好 你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你飞机的隐身性能 但是你要想到还有速度呢 因为你飞机要如果飞不快的话 那在作战中是要吃很大亏的呀 关于这个富奇啊 实际上还有一个体现了一个歼20的一个特点 就是歼20的话 比美国的F22 包括俄罗斯的特务灵的话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设计特征 就是全动垂尾 就是它的垂尾的话是可以全动的 那么这种全动垂尾的话呢 有一个小小的缺陷 就是它面积不能做得过大 面积不能做得过大的话 它会影响在超音速巡航中间的一个航向稳定性 因此呢就需要有一个富奇来来补充这个那个垂尾的作用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富奇啊 它对于正面的那个隐身性能 RCS这个指标的话 的确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在正面的隐身性能的话不是很理想 但是那侧面的隐身性呢 实际上它反倒是有帮助的 目前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个歼20的一个侧向的一个图片 从侧向图片来说的话 它这个大面积的富奇的话 把整个发动机喷口是完全遮蔽住了 我们知道发动机喷口 即使你采用了二元始量推力喷口的话 即使这种技术情况下 你的雷达特征 红外特征也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那么有了富奇的这个遮蔽的话 实际上这个最大的一个红外特征的话 反倒影声性能非常好了 所以无论是富奇也好 还是伟称也好 都体现的是G20与众不同的特点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 在这架G202015编号的这样的一个原型机上 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变化 也非常的显眼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 2011年4月25日 英格兰南部牛津郡的一处偏僻工厂内 突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 一架F35战机 被稳稳的安放在地面上的轨道上 从远方高速冲了过 就在F35战机的速度 达到每小时500公里的瞬间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F35战机的舱盖突然崩立 一枚喷着火焰的火箭 将模拟飞行员的假人推出坐舱 直接弹射到100多米高的空中 随后打开降落伞 安全回到地面 据媒体报道 这是F35战机在英国进行的 第一次飞行员弹射救生试验 试验非常成功 F35弹射救生试验的成功 主要得益于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救生装置 据专家介绍在该机金色座舱盖内侧 排有数条黑色的爆破锁 它在飞行员拉动弹射手柄的同时爆炸 将坚固的座舱盖炸碎 配合弹射座椅的冲角进行窗盖弹射 而此次歼20第六架原型机现身之后 媒体发现在该机的座舱盖上方 也首次出现了与F35非常类似的爆破锁 这将意味着歼20的飞行弹射救生能力 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看到歼20的座舱盖的变化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之前采用的是F22这样的整体式舱盖 后来改成了F35这样的加强框座舱盖 现在又在舱盖上加装了 类似于F35这样的爆破锁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开始咱们前20采用了类似于美国F35 这样的带有加强框和爆破锁子 这样一个舱盖的时候 开始部分军迷还认为非常的不理解 因为前20第一架原型机出来的时候 采用的是跟美国F22类似的 这样整体式的 没有任何框架的一个座舱盖 非常的科幻 非常的先进 大家大呼过瘾 觉得这个是一下子体现了 我们五代机的一个先进的技术水平 后来这么一改的话 大家表面上看上去 好像是不是技术倒退了 那实际上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一个概念 就是前20现在所用的座舱盖的话 依然是一体式座舱盖 而不是过去的那种分体式座舱盖 只不过不同的是什么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加强框 这个加强框是在外面 而是在整个玻璃的内侧加强的 那么为什么要加装着这个的 这就是一个跟飞行员的弹射逃生有关 飞行员弹射逃生的话 无外会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叫抛盖式逃生 弹射逃生 抛盖式弹射逃生的话 就是你首先要把那个座舱盖 就F2-2这样的 先把那个座舱盖先抛掉 抛掉之后呢 等于飞行员就是完全是 那个敞开在一个座舱里头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弹射座椅再弹射 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呢 大概是有那么一个短暂的停顿 那么尤其是在瞬息万变非常紧急的情况 这点时间呢 当时美国人就认为这点时间可能会要命 因此呢 在F35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破盖式 破盖式弹射逃生 就是我不要等到你这个座舱盖先抛掉之后 我再弹射 而是一体化弹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个座舱盖是原来的非常厚的 非常结实的话 你破盖的话呢 飞行员脑袋直接砸到那个座舱盖的话 会是生命危险 因此呢 我说它破盖的时候 同时呢 能不能有一个爆破锁 把那个座盖炸开一个大窟窿 这样的话 你弹射出去就安全了 因此就出现了这么一道那个爆破锁 对啊 因为你如果是先采取两步骤 就先把座舱盖抛掉的话呢 这需要一个时间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座舱盖甩掉 那么不论是一秒两秒还是几秒 你必须要等这个时间 然后张散 那么你现在你看用了这种爆破锁之后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同步的 基本上就是同步的了 就是在爆破这个舱盖的同时 飞行员就弹出去了 这个相差的时间就非常短 所以呢 对它的安全系数应该是一个提升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G20 2015出现之后 即便说它的外形变化不是很大 可是从二位的介绍当中 我们从这个细节当中也能看出来 我们的G20还是在进步当中 另外在这一架原型机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地方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1967年7月26日 越南建港市上通 四架F4战斗机 掩护六架F105战斗轰炸机 刚刚轰炸了北越的一个地面雷塔战 正准备返航 然而就在美军机群刚刚掉头的瞬间 两架越军米格19战机从云层中俯冲而下 六门大口径机炮一起开火 瞬间便击落了队伍末尾的一架F105战斗轰炸机 面对越军战机的突然袭击 四架F4战斗机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 他们不但没有拉开架势准备迎战 反而加速向海安线方向逃去 原来由于刚才激烈的战斗 已经耗尽了他们挂载的所有导弹 而更为致命的是 由于美国军方太过相信导弹的威力 在F4设计之初就没有安装机炮 现在美军F4战机虽然人多势众 飞机性能也要好得多 然而面对两架越军老旧战机 却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只能丢下队友逃命 美军F4战机的遭遇成为现代空战的反面教材 从那时起美军为几乎所有战机都安装了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机炮 然而据媒体传言 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四代机歼20身上并未发现机炮的安装位置 因此有舆论猜测 歼20可能也将不会安装机炮 我们知道在现代的空战当中机炮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原型经出来的时候 有网友说在G20的身上没有地方安装机炮 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在G20身上真的没有机炮装置呢 实际上机炮在未来的空战中可能用的不多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你没有它可能会吃大亏的 就像美国人一样可能看到目标打不了 或者说自己有一些特殊情况下 那么没有导弹的情况下 那机炮也是起码是管用的 无论对空中目标 还是这种对地的目标 只近距离的目标 那机炮还是管用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G20现在在试飞的阶段 这个机炮跟这个飞机结合起来 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在前面几代飞机都装了机炮 只要把它就是找一个位置 留住空间来给它加进去就行了 这个对G20的暗期服役 或者是对它的这种研发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它现在并没有给予是 就是加装或者不加装这个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知道在这个像G20这样的战斗机上 也可以说是寸土寸金的 每加装一克重量对它来说都非常的宝贵 可是这个机炮的重量重达几百公斤 那么如何来进行取舍 目前来看的话 大部分战斗机的机炮的话 重量没有那么高 比如说苏两期的那个机炮 30毫米的机炮 它的那个机炮的本身的重量是50公斤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带两百发弹 或者三百发弹的话 那个重量的话大概在两三百公斤 首先第一个重量不是特别的大 第二个的话 刚才曹老师已经讲了 机炮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未来的空战 或者是随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 也是不可或绝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歼20这样一个大个头来说的话 这点重量的话 我认为代价还是值得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目前来说 我们看对比一下所有的物代机 美国的阿富良良 还是俄罗斯的特务林等等 歼20的尺寸是最大的 最大的起飞重量估计也是最大的 最大起飞重量肯定是会超过30吨 那么对于增加两三百公斤的重量的话 我想损失一小部分的航油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大个头来说 本身作战半径已经丝毫不是问题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四代战机 但是这个机炮的这个位置和作用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另外呢 说到这架刚刚亮相的 歼20原型机身上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值得关注的亮点 接下来我们再去了解 歼20原型机频繁是非 让人们对国产四代机在近期服役充满了期待 不过就在人们好奇地打量着 歼20身上每一个最微小变化的同时 一个神秘装置的出现 却引起了巨大争论 歼20空中受油管首次曝光 领先世界的空中接力 究竟会给中国四代机 带来怎样出人意料的提升 有了空中加油这个系统之后 我就可以挂载更多的炸弹 或者更多的武器 空中加油凸显大国雄心 可伸缩的神秘装置 是否真的会让隐形战机无处隐身 这个盖子的话 只有在空中加油受油的时候 它会打开 然后把那个受油管伸出去 歼20真的还在试验一种 与众不同的空中加油方式吗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歼20微称外形再次变动 细微的设计修改背后 究竟蕴藏怎样的意义 从侧相图片来说的话 它这个大面积的负齐的话 把整个发动机喷口 是完全遮蔽住了 2015舱盖增加神秘爆破锁 全新的弹射方式 能否在关键时刻 挽救飞行员的性命 无论是一秒两秒还是几秒 你必须要等这个时间 歼20机炮从未亮相 是否意味它真的没有装备 这种不可缺少的进展力气 沙场推出 解密服役前夕的歼20 正在播出 对于现代战斗机来说 除了自身先进的设计之外 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性能 经常被人提及 它被称为是战斗力的倍增器 成为各国空军 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 它就是战机的空中加油能力 歼20作为我国研制的 最先进的四代战机 自然也不可能少了 这个至关重要的性能 然而歼20到底是怎样进行空中加油的 它的空中加油装备 在全世界到底处于怎样的水平 2014年12月19日 歼20第六架原型机 2015号首飞之后 网络上有关这架原型机的图片 逐渐增多起来 在其中一张地面测试照片中 歼20首次开启了加油管装置 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 据媒体报道 这是歼20首次明确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加油能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 在我国已经服役的多款战机身上 早已安装了类似的空中受油管 据媒体报道 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 两架歼8D型战斗机 跟随在空油六型加油机后方 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标志着我国空军全面掌握 这一能够极大提高战机航程 和作战能力的备伸器 不过从随后曝光的照片来看 歼8D与歼20的受油管并不相同 它采用的是固定式设计 虽然结构相对简单 但是却增加了飞行的阻力 减少了飞机的航程 我们看到在歼20刚刚亮相的 这架新的原型机当中 安装的是可以伸缩的空中受油管 这和传统的空中受油管 是不太一样的 那您为我们解释一下 它有哪些先进行 所谓的传统的受油管的话 也就是说它在机头方向的话 它有一个伸出机体之外的一个受油管 那么这个受油管的话 是可以采用软式空中加油的时候 插入追套来进行空中受油 那么在上个世纪 大概是80年代之前的话 绝大部分采用软式加油的飞机的话 都采用的是固定式的这种受油装置 这种固定式受油装置的话 它有这么些优点 比如说结构非常简单 而且维护起来比较方便 成本也比较低 加装起来比较方便 你对现有飞机进行改造起来很容易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相对来说 比如说它会影响一定的启动外形 你稍微的启动外形 有一些变化会造成飞机机体外部的气流的紊乱 那么这对于飞行品质的话 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方面的话就是隐身性的 尽管我们说 这个受油装置个头不大 也就是伸出机体外没有多大 但是凭空出来这么一小节的话 肯定会破坏你的隐身性的 因此从四代机以后的话 大家还努力的追求 能不能把这根管子收回到机体之内 因此就出现了第二种 就非固定式叫伸缩式的受油装置 伸缩式的收装置 它的优点就非常明显 收进机体内 那么对于启动外形没有破坏 而且隐身性也比较好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因此我们国家 从比如说歼10B开始 已经开始考虑采用这种方式了 那么我想包括歼20 以及我们其他的另外一个五代机的信号 比如歼301 都会要采用这种有利于隐身性的 有利于飞行品质的这么一种装置 但是现在有人还是提出了质疑 比如说歼20它的体积已经很大了 根本就不需要空中加油系统 那么对于这样的说法 曹老师您怎么看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说你载油量越大越好了 包括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挂单量大一些 然后你起飞了 但是有耗油也非常多 那你回不来怎么办 所以即使是像歼20这样的大型的隐身飞机 它仍然要强调它的续航能力 也就是它的空中的续航能力 那么既然如此有了空中加油这个系统之后 我就可以挂载更多的炸弹 或者更多的武器 而且我就可以进行更长途的奔西 那么对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 以至于发挥它这个隐形战机 在未来战争的作用就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了空中加油的这个系统 和你不具备这种空中加油的系统的这种飞机 那的确是在作战的综合性能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小小的受油管 其实对于歼20的这个战斗力来讲 却有很大的提升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受油管上 也有些人发现了一些新奇的设计 J20第六架原型机首飞成功 首次露面的空中受油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在这个可以伸缩的受油管上 一个复杂的结构却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据媒体报道 在J20的受油管上覆盖有一块面积达0.1平方米的舱盖 这块舱盖在受油管收回时 刚好与机身蒙皮融为一体 但是当受油管伸出时 这块舱盖却成为了一块体积巨大的减速版 不但对飞机的航程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且还让飞机的隐身设计毫无作用 除此之外 还有媒体指出 J20的这块舱盖 没有采用隐形飞机常用的锯齿设计 即使关闭时 仍然会对隐身产生不利影响 有专家指出 J20受油管上的这个设计 与同样采用软管加油的美国F35B战斗机颇为类似 F35B的空中受油管 由英国空中加油有限公司设计制造 这个可以伸缩的装置 同样位于坐藏右侧 全重65公斤 表面覆盖有一块 采用碳素纤维制造的舱盖 不过 与J20不同的是 F35的这块舱盖 采用了锯齿设计 能够将对飞机隐身性能的破坏作用 降至最低 我们刚才说这样的一个伸缩式的受油管 其实是为了便于这个J20的隐身 那么在J20 2015这个原型机上 我们还发现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是类似于F35C这样的 在加油管上有一个舱盖 那么这个舱盖其实并没有采用的 是像隐身战机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锯齿的设计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J20来说 能不能对它的隐身性能产生影响 其实你要考虑它在加油的时候 它加油机是不可能那么大的 加油机它不可能是隐身的 所以既然加油机暴露出来 你在它的身边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隐身不隐身 就是意义不是很大了 就跟你航母上面搭载了这个F35 X7B 虽然飞机是隐形的 但是你航母是这个不隐形的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什么意义 同样是这样的 就是它跟加油机合作的时候 它即使把这个就是受油管伸出来 或者把一些暴露出来的东西 可能在雷达的反射锅上 可能强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 不会影响它的综合的这种作战性能 所以我觉得在设计时候 这个设计师他一定考虑 这个因素在里面 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需要暴露自己 什么时候隐蔽自己 这个因素在里面很重要 另外也有人提出来 这样一个舱盖 会不会对于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 产生阻力 同时还会产生一些噪音什么的 这个盖子的话 只有在空中加油受油的时候 它会打开 然后把那个受油管伸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是看到这个 有这么一个一块盖子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的话 的确会影响到一点 那个本身的那个飞行的品质 会产生一些空气的稳流 以及会影响到速度 但是要考虑到另外一条 本身空中加油 就是一个低速慢行的一个状态 它不像那个 比如我们要进行超音速飞行 快速的进入战场 或快速的脱离战场 而且在空中加油这个过程中间 两架飞机又保持一个相对速度 非常的平稳 要非常相对来说 比较低的一个速度 因此这点飞行阻力 也是不值一提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正常飞行 那么正常飞行的话 本身受油管是收回到 那个机体之内的 那么这个盖子的话 也是跟机体表面完全吻合 因此也不会产生 额外的阻力或者噪音 需要值得提出的来的是 就是现在的很多采用 伸缩式收油管的飞机的话 分两种 一种就是在原型机设计的时候 没有采用这种伸缩式的 是后来再加装这种伸缩式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表面上这个盖子的设计 跟机体的话 吻合度并不会特别高 因为它原来那个机头方位的话 里面已经塞满了东西了 这时候你要额外再把 加装一个收油管 放在这个机头部位里面的话 空间不够 可能会产生一些一点点鼓舞 比如说俄罗斯的米格29等等 其实它上面的话 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平整 那么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点点 那个空气的吻流 并影响到那个隐声性的 这个是就是后来改装成这样 伸缩式的 但是像J-20这样 我在原型机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这个因素 机头内部的空间设计的话 就是采用的是 有伸缩式的收油管的话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的飞机的设计 加工工艺设计技术 已经非常的先进了 可以做到严丝和缝 所以说一个小小的仓盖 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多问题 是因为在四代机的 隐身性能方面 确实是切一发而动全身 然而最近的网上曝光了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J-20 它的可以说加油系统 和我们刚才谈到的 是坚然不同的 J-20首次露面的空中收油管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然而就在人们对它的设计议论纷纷的同时 12月15日 网络上再次曝光了一张模糊的照片 照片显示 一架J-20的小比例模型 正在室内进行硬式空中加油的测试 硬式加油 是由美国波音公司原制的一种 全新的空中加油方式 在加油过程中 受油机只用飞到加油机尾部下方 保持固定的速度和高度即可 然后由加油机尾舱的飞行员 操纵一根长达十几米的加油管 插入受油机背部的受油口 即可开始加油 实际上早在2012年5月16日 J-20第二架原型机2002号首飞的时候 就有媒体发现在这架原型机的背部 有一个类似硬式空中加油的受油口 其外形与F-22非常类似 而在2011年9月 就有媒体曝光 我国正在俄罗斯图204货运飞机的基础上 改装一架硬式空中加油机的消息 我们看到网上曝光了这样的一张图片 是与现在这个J-20截然不同的一种加油方式 即便说这个画面非常的不清晰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 这就是传说中的硬式空中加油 那么这样的一种加油方式 会给J-20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称不上是传说中 现在那个世界上就主要是美国空军 用这个硬管式加油的方式已经非常普遍了 而且他的确他们就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加油方式 之前聊的话都是基于软管式加油的话 就飞机机头上有一个受油口 然后潜通的加油机出来一个追套 软管上面一个追套 然后你把受油口插上去之后 然后油自然压力就可以进入到你的机体内的油箱 但是美国空军当时发现了软管式加油有一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容易受到空中气流的紊乱 造成了空中加油整个行动非常的复杂 飞行员的压力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空中是有大量的气流的 而你是软管 软管软管它是漂浮在空中的 那么你的飞行员的话 要将飞机的话准确的在空中将受油管插到这个追套中间去 这个我们可能从画面上来说看的挺简单 但实际上在空中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手术刀士这样的行动 那么这个对需要耗费大量的那个飞行员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一旦感觉碰上了一些稳流啊等等啊 这个空中加油就非常的难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美国空军遇到的 就是美国空军大量的是要给轰炸机进行加油 软管式加油大部分基于是它是不加压的 也就是说你靠自然压力 这个油就是进入到你的手机的机体内 但是这个速度就相对慢了 美国大型的战略轰炸机一加油要加几十吨 二三十吨的油 这个速度就太慢了 整个这个过程中 它受不了 因此它就想到了采用硬管式 第一个硬管式不受气流的影响 整个手机你只需要飞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相对于加油机的指定位置 你待着不动就行 就跟这张图片一样 加油机伸出一个硬管 插背是插到你那个机体背部的一个收口 因此它的整个加油过程是比较简单的 不受气流影响 天候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是加了压的 大概加油速度是比软管式提高了两到三倍 那么提高两到三倍的话 对于大型机来的话 它可以大大缩短空中加油的那个时间提高加油的效率 这个是美国空军非常看证的 但是这个加油的技术就相对来复杂 目前来说全世界只有美国空军采用 美国海军都不采用 这个只是说目前美军采用的一种方式 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它可以大大的缩短空中加油的这种时间 因为空中加油的时候 这两架飞机都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是目标大 再有一个就是速度慢 所以如果对方不是飞机打你 导弹打你的话 这俩可都跑不了 所以这种就是说用这个硬食加油 显然可以缩短这个加油的时间 也是保证了两个飞机的安全 现在我们仅仅是看到了一个照片而已 我们国家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加油系统 究竟有多少技术难题需要功课 你首先要有这种硬管式的加油机 你还没有这种加油机 这就是一个难题 你首先要为它准备一种加油机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你过去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就是这种硬管式的这种训练 我首先这个加油机要找你的这个受游机 然后我们要进行这种硬管式的 也就是一针见血了 这针要一下扎进去 要要管用 要快速的这个受游 所以这种训练也没有进行 这个其实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进步 以及我们这些就是研制的各种飞机类型的增加 所以我觉得将来呢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时候啊 我们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 来解决我们就是隐形飞机在空中啊 短时间快速加油的问题 2015号原型机的曝光 不仅意味着歼20多了一架可参与是非的原型机 排标志着我国四代战机的研制进度 正在不断加快 距离正式服役越来越近 与此同时 在这架最新亮相的原型机身上 人们又发现它有了许多可喜的变化 从空中加油到弹射救生 从更加隐身的伪称到更加科幻的外形 它的每一处细微变化都意味着中国空军正在不断进步 六年海外生涯就此结束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离开日本 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后四次进入黄海 华盛顿号在日本六年究竟都做了什么 罕见事故引来争议 退役传闻此起彼伏 华盛顿号为何会成为最倒霉的航母 超级航母前途未卜 等待华盛顿号的命运究竟是什么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